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来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0月17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 关于狗的养狗 如果你是爱狗人士 这个节目也可以不听了 反正里面说了很多 恐怕都是令人不适的内容 我不是对爱狗人士有偏见 只是说这里面说的内容 恐怕有很多人不太适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10月16号早上8点 在四川崇州一个小区 发生了一起惨剧 一条大黑狗撕咬两岁的幼童 孩子遭受重伤 这个视频我就不犯了 因为看了之后就让人非常生气 非常惨 我看了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看在草坪上 两个大黑狗在那撕咬 一个小孩 小孩在地上 两岁才刚会走路 实际上是我看错了 是一只大黑狗 另外一个不是黑狗 是那小孩的妈妈 穿那个黑色衣服 两人在地上 你想想 我看差了 我都看见两只狗 你就知道当时产命多么混乱 那孩子妈妈在地上 就使劲地拽着孩子 那狗咬他的孩子 后来我把视频仔细看了一遍 实际上这孩子妈妈 早上带着这孩子出来溜窝 应该是他妈吧 然后正走呢 突然来一只黑狗冲过来 善了就扑他这小孩 然后这个妈妈就保护这孩子 就拽着这孩子 因为当时情况比较急 结果这狗就扑着孩子 这个妈妈就摔倒了 自己绊倒了 然后那狗就咬着孩子 当时啊 没什么人 早上八点吧 然后一会儿来了个清洁工 清洁工一看 这狗这么凶 就赶紧去找工具去了 找了个拖把 然后两个人在那儿 那狗很凶啊 那清洁工也不敢上前 好像一会儿又来了个清洁工 男的可能 前面那个是个女的 然后又拿了个工具 这样怎么那狗赶 孩子受重伤 所以我看了这个 我就特别气愤 我这脑海里啊 就这个画面啊 我估计很多人都 特别希望一棍子 或者怎么着 一下把狗就击毙了 情况十分危急啊 这个孩子 全身多处咬伤 又甚错裂伤 10月17日 受幼童妈妈告诉酒派新闻 女儿目前转到了花西医院 女童会诊医生 朱医生啊 发布视频 讲述了救治女童的过程 其表示 看了大狗四咬女童的视频 触目惊心 心情也有些忐忑 20处四咬山 20多处四咬山呢 最长的有八厘米 你说谁看了不神奇啊 所以我脑海里就浮现出 我大概小时候 一年级或者二年级 我们隔壁邻居啊 就是我小学同学 他爸当时是民兵营长 拿出那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啊 打狗的场面 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 他扔了一块骨头在地上 那狗过来了 但是我们很多人就围观呢 他把人让人站远一点 他抱着步枪 就对着狗啊 大概两米远 一身清脆的枪响 狗跑了 后来我们在地里 那个因为地里是土的 不像现在倒是硬化的啊 在地里把那个子弹头还扣出来了 那个狗啊 后来啊 又跑回了 大概过了六七天 又跑回来了 是我们一个邻居家的狗 饿的就是兽骨灵巡的 才发现啊 当时子弹是从那 就是身体贯穿了 居然没把他打死 就是枪法不行 他可能瞄的是狗的头 当时如果有把枪 把这个恶犬啊 击毙才解气啊 看看这医生说的 真是很惨 首先啊 我表明态度啊 狗咬人不是狗的错 狗是畜生的 你别管他是什么朋友的吧 人类的朋友 他毕竟是畜生 狗咬人 狗咬这个狗咬那个 说白了都是他的天性 他长那个牙 犬牙 就是用来咬的 所以狗咬人是人的错 谁的错啊 首先是狗主人的错 其次是社会的错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人家说 跟社会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 首先是狗主人的错 这个恐怕大家都能接受 这个社会 你养狗是永属的 因为狗现在越来越很重要 对吧 不可或缺 养狗没毛病啊 但是你得养什么样的狗 你怎么样去养 对吧 养了狗 你就得拿绳子拴着他 对吧 出门 你就得给他带狗链 那没办法 很多养狗的人啊 他都会说 我这个狗特别乖 特别可爱 狗儿子 狗女儿 怎么会咬人呢 没必要牵绳子 也没必要这样 没必要那样 他忘了啊 狗是你养的 他当然给你亲 他毕竟不是人啊 他这个狗啊 要么叫狗占人事呢 还狗眼看人低呢 这词啊 都不是凭空来的 一定是总结来的 他对主人忠诚 跟主人好 这么没毛病啊 他跟那个大的人 跟那个实力强的人也好 也温顺 低眉顺严 对吧 腰围起零 这都没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见到小的 弱小的 他那个兽性大发 完全有可能的 你控制不了 有的时候我这金毛 对吧 这个特别温顺 你别看他那么大 还有什么 哈士奇是吧 就类似这种大型犬 特别温顺 特别好 但是像这种 所谓的温顺的大型犬 杀人的比比皆是 他所谓的温顺 是对他的主人 所以在城市里面 这么人群密集的地方 孩子多的地方 你养什么狗 你都应该狗链子牵上 但是有很多人 做不到这一点 总觉得自己的狗 没必要这样 就应该放开 让他撒花 你说这不是人的问题吗 跟狗没关系 是养狗的人有毛病 第二个 尤其是城市啊 现在因为人多嘛 密度大 这个城市实际上 养狗都有规定 什么样的狗能养 什么样的狗不能养 我觉得啊 这个大型犬 就不能在城市里面养 然后这个攻击性的 有的一些什么 比特犬啊 还有什么 反正个头好像不大 但是那个攻击性 特别强的 这种犬种 就不应该在城市里面养 对吧 城市里面养狗 有一套规矩 你得打宽犬育苗 对吧 你得定期检查等等 你得符合这些规矩 你得有狗症 得办症啊 大家经常看到视频吧 这个城管去管 对吧 山街抓狗 没有狗症的 城堡关到笼子那拉走 那狗主人就在那里阻挠 哎 这是我家的狗 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办狗症 是对狗不负责人 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人 这都是狗主人的问题 对吧 你不办狗症 狗被领走了 最后无害化处理了 那不是主人的问题吗 对吧 你是害了这狗 然后你就埋怨城管 有什么意思呢 说来说去啊 都是人的问题 狗主人的问题 素质也是狗主人的素质 不是狗的素质 城市里面 某些犬就不能养 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为什么说社会问题呢 社会问题就是 有的人养狗啊 你不管怎么养 对吧 你千小心万小心 总有不知道哪根筋错了 狗跑了 这很多吧 人都还能走丢呢 别说狗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狗跑了 丢了就变成流浪狗 这个流浪狗啊 按理来说 就应该无害化处理 但是就有这个社会的一些人啊 喜欢去养这些流浪狗 对吧 去投喂 这流浪狗一下就变成没主人了 谁对它负责 没有人 但是也有人会养它喂它 流浪狗流浪猫 这些动物伤人的非常多 这些动物把人伤的时候 你还找不到人 没人负责 这不就社会问题吗 这些爱心人士太多啊 爱心泛滥 这些流浪狗流浪猫 然后还生育能力还特强 没个好的处理机制 发现流浪狗流浪猫 就应该让相关部门把它弄走 而不是在那儿投喂 这个城市里面只能养小型犬 而且是没有攻击性的 即便是这样 出去遛狗 也得双狗绳 但是据我观察 至少70%的人 是不会拴狗绳 狗连大狗小狗都这样 这个狗好像有一种功能 我不养狗啊 我不太清楚 就是它能识别你 就是它对气场啊 有感觉 有的孩子一怕狗 你越怕狗 就是小孩啊 越怕狗 那狗越去欺负它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像那狗那认识一样 它能识别 但是有的孩子 狗就不去咬 也是小孩 所以说是什么 使得这个狗啊 受性大发 这个它真不好说 尤其小孩子 你越怕狗 狗越容易 去欺负它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们那个农村啊 就掀起了 大狗疯 我们那城里的大狗队 什么原因呢 因为现在时间太长了 记不得了 模模糊糊的啊 好像是当时啊 就是那个流浪狗太多 现在叫流浪狗啊 那个时候叫疯狗 恐怕就是一个县里面啊 恐怕有一两只疯狗 因为那个时候 很少说给狗打 狂犬育苗 农村的没这么干的 城里面也没这么干的 还花钱 人都吃不饱 怎么可能给狗打什么育苗呢 那时候恐怕也没有吧 但是有宽卷病 恐怕有别的县啊 或者我们那个县 有宽卷病发生 所以没有办法 恐怕遏制不了 最后只好一刀切 就把所有的狗都打死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在路上 小时候啊 就经常看见狗啊 低着头 夹着尾巴 沿着路边走的 经常会看见 然后大人就说 遇见这样的狗 赶紧让着点 那个狗恐怕就是疯狗啊 所谓的疯狗 就是它带有宽卷病病毒 那你这咬中了 那就是宽卷病了 所以那个时候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刀切 把所有的狗全部打死 无一例外 我前面说的这个 民民营长 对吧 我同学的爸 拿枪打狗 就是那个时候 所有的狗全部打死 所以我们来成立大狗队 大狗队不是拿枪打 拿枪是因为 民民营长他们家有枪 打狗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啊 但是是让你自己打 就是你谁家的狗 谁自己负责把他打死 比如说通知 一个礼拜之内自己处理 总有那些养狗的 他舍不得啊 自己下不了手 其实大部分都能自己下手 各种方法都有 就是自己主人把狗杀了 还挺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杀了吃肉 我记得我们邻居家 他们家狗不知道怎么给他弄死的 一条大黄狗 然后吊在那剥皮 皮剥掉之后 一顿红烧啊 然后给我们家送了一碗 那个杀狗跟杀猪一样 感觉是个节日 那个时候就这样 就我们家不养狗 有猫 但是不养狗 猫是捉老鼠 就我小时候啊 有的养狗呢 他就比较爱狗 然后他就自己舍不得下手 但是他也不想看见别人来 他就把狗放跑 让狗不要回来 就跑到外面 人家打死了 他也看不见 也这样的 第一阶段是主人自己干 第二阶段是打狗队 打狗队来挨个村挨个村找 我记得打狗队 他用的工具啊 不像现在是那种 打着长夹子嘛 那个打狗队用的工具 就是那个套子 一个竹竿啊 前面一个铁丝 那个套子 把狗一套 然后这个 把狗脑 狗脖子一套啊 然后那个 大铁棒子一下就下去 然后把狗吊起来 大狗队打 大狗队打完之后 狗恐怕还有落网之鱼 就是我们那个 民兵营长去打 拿枪干 大概两年三年嘛 就是狗打绝了之后 两年三年 好像那个宽军兵啊 又不见了 然后又允许养了 每家又开始养狗 农村里养狗啊 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非常复杂 就农村里说爱狗的人 特别少 说喜欢狗 养个狗干什么 把狗当宠物养的 反正这个非常少 我就没见过 我见得更多的 农村里很多人呢 养狗啊 真的是当肉吃啊 家里来个客人 你说你喜欢吃狗肉是吧 那行 马上把这个狗给杀了 就都这样 反正那种爱狗的 非常少 小孩有 我听我爸说 他们小时候养过狗 养了一只 也是黄狗 农村里狗 要么就是大黄狗 要么就是小黑狗 反正就中华天人犬嘛 要么就是小花 花狗 就这么几种啊 都是土狗 那个狗特别听话 就养得特别好 结果后来不知道怎么死了 然后就他们就特别善心 就是我爸呀 还有我姑啊 就他们小时候养的 很伤心的 就以后就不愿意再养狗了 一直不养狗 但是到了他82岁 在老家啊 就是这两年 前几年 老有人给他养狗 老有人把狗送过去 让他养小狗 我爸就不是养狗的人 你想 让一个跟狗没有感情的 让他养狗 那简直是遭罪啊 我爸养的第一只狗啊 小狗 他自己说那狗特别好 特别听话 他每天溜安 那狗在前面 农村里面啊 后来啊 春节回家 那我儿子啊 看见狗 很喜欢 那狗很小 什么狗我也不知道名字 反正大概其实是个杂交的 然后他喜欢狗啊 他就 吃饭的时候 他就那个把鸡肉啊 他自己不吃 他夹了很多饭碗里面 跑出去 然后就喂给狗吃 后来那个狗啊 大概其实吃了鸡骨头 晚上就开始 这个 一看就不行了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狗就在那吃哆嗦 后来大概两天嘛 就死了 那农村里没有什么兽医 什么之类的 搞不清楚 也不养狗 不知道出啥问题了 后来我才知道 我都给他吃了 把他喂啊 或者是肠子炸坏了 后来又有人送狗 给我爸 不养的不行 春节我回去问我爸 我说你养狗干啥呢 我说你不会养 把养死了 我说你还不如送给别人 他说不送 他这个狗好 我说怎么好呢 他说我晚上把这狗 送到那个专家地里面 因为我们家 我爸我妈呀 养了很多鸡鸭鹅 这些家庭 你就给他提供资料啊 他就种了很多玉米 那玉米到时候 就是喂鸡的 喂鸭呀 或者鹅啊 然后我们呢有种动物叫狗欢 我也没见过 当然我从小听说有这种动物 长得像狗胖胖的 但又不是狗 又像老鼠这种大号的老鼠 反正特别肥 他那个油啊 就是他炼出来那个油 有特效 就是你火烧山呢 涂那个油 就是好得快 近几年啊 这些野生动物越来越多 不关是狗欢 连野猪都有 就是自然环境保护的太好 那狗欢就喜欢刨玉米 把那玉米地啊 把那玉米全部拱倒了 我爸天天晚着呢 把那狗啊 牵到玉米地里 拿链子或者绳子给他系上 就系在地里 早上再去把他牵回来 我说你人家 我说人家养狗当宠物 你养狗让狗干活 我说再说你把狗放地里面 野地里 我说那偷狗呢 不就把他牵走了吗 他说不要紧 就我真看不出他有多喜欢的狗 关键那小狗是个母狗 还特别能生 前面生了一只小狗 然后我们呢还有个风俗 就那一只狗啊 后来我视频的时候啊 我说那狗呢 小狗呢 小狗死了 后来问他怎么死的 他也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 反正就是死了 后来我听我妈说啊 那狗是被他扔掉了 那只小狗 他那理由很简单 这小狗啊 没人要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严两只狗不好 严一只狗都觉得累的话 他严两只 第三个就是这狗 啥也干不了 把他扔掉了 人家自生自命 我问他啊 后来我指着 实际上我们的地方有个风俗 不成文的规定啊 就是小狗严的第一只狗 要扔掉 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这种风俗 后来这只狗第二窝啊 下了四只狗 这下麻烦了 就在我们的狗里 送都送不出去 没人啊 农村里没什么人 要不然我爸那狗 都是别人送过来的 就强制让你养着 看着 我们那叫看狗 我爸就为那四只小狗发愁 不知道送给谁 送不出去 他说不行 哪天再把它带到外面扔掉 我说你就不适合养狗 你为啥养狗呢 不喜欢狗 现在很多农村里啊 为什么又养狗了呢 是因为就是老头老太的在家 比较这个孤单 然后也养个狗啊 确实也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因为他一有风吹走动 他就叫啊 农村里现在养狗啊 就是功能大于这个 叫情感培护 主要是用狗的功能 让狗干活 让狗看家护院 说实话 我不太理解 那些养大型犬 养那个猛兽的 我不知道他们出什么目的啊 如果说你是在山区 什么看矿啊 或者牧区 那个狗要去放羊之类的 这个可以理解 你说城里面人 你养大型犬是目的什么 最后就变成斗犬嘛 对吧 你买大型犬 那我养更大的 更猛 我有个朋友 在北京馆庄 他是个老北京 老北京人大家知道啊 好多人都是喜欢 要么就是养鸽子 要么就是养狗 鸽子比赛 还斗狗 是他最大的爱好 真就是这样 我们俩在一起啊 他天天跟我说的 要么就是鸽子 要么就是狗 要么就是我今天去哪了 放鸽子去了 跑到河北啊 什么地方 打比赛去了 要么就是斗狗 他就养那种猎性狗 不是 现在北京不让养 还是在河北 什么地方 狗棚 那里面都是他养的 这个大型的猎犬 然后训练他比赛 他就爱好这个 鸽子比赛 我听他说啊 这个天安门 有什么活动 不要放鸽子吗 警察他的鸽子也送过去 有人有着爱好 你针对四川这个恶性犬 咬小孩这个事情 你说怎么处理 现在狗主人找不到 据说找到了 就是地方警察 查监控 这狗从哪出来了 当地的这个剧友会 发动上百人排查 也把这狗主人找到 索性啊 这个狗主人最说找到了 如果他是个流浪狗 你说怎么办 大家在讨论 怎么惩罚这个狗主人 那你说还能怎么惩罚 他充击量就是赔钱 对吧 医疗费 但这孩子 这一辈子都毁了 心里阴影了 这个 我觉得这个妈妈 心里都有阴影 你说这是钱 能解决的事吗 他能赔多少钱 这是个悲剧啊 所以说啊 我倒是劝大家 如果喜欢狗的话 不要养大兴犬 养一些小狗 温顺一点 即便这样 出门还能拿绳子牵着 有很多人呢 实际上不适合养狗 他就是头脑一热 看到别人养狗 他也想养 很多这样的 但是他不会收拾 有人会养狗的 那狗养的确实也管得好 你像我爸那狗啊 他是我表哥啊 不知道从哪儿 整两条狗 一条给他妈养 那就是我姑啊 养 一条给我爸养 结果同样的两个养啊 养了大概半年 把两个狗 玩起一放 放在一起啊 完全不认识了 就完全不一样 我爸养的狗啊 脏不拉西的 你想老是干活啊 现在野地里 他打零工啊 他在山班啊 我姑养了狗呢 毛又发亮 长得又爽 我姑说天天给他吃肉 经常喂肉给他吃 然后经常给他洗澡 我爸我说 你给狗洗过澡吗 我爸说狗还洗澡啊 所以你看 有的人才适合养狗 有的人不适合养狗 就是不适合养狗的人呢 他头脑一热 他看别人养狗也不错 他也养着狗 那就是叫造孽啊 我啊 肯定也不适合养狗 所以我不养狗也不养猫 有一阵子 我儿子天天朝着养狗 现在不了 有那么一阵子 估计看别的小朋友家养狗 他觉得好玩 我说你养狗的话 你要给狗洗澡 你要带狗去溜弯 每天都带他去溜弯 你自己没得吃 你要给他吃 不能让他饿着 那我说你自己洗澡的飞机 你还给狗洗澡 狗生病了 还得带他去医院看 狗生病了 他也不会说话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生病了 后来他就放弃了 养狗着念头 后来他就想养猫 他养猫啊 我说啊 这个猫啊 反正养一年两年 肯定得跑掉 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跑了 潜逃了 我说你受得了吗 这猫更挨干净 更得收拾 以我的标准看啊 70%的人呢 都根本不适合养狗啊 他就不具备那个条件 他也没那个素质 当然偏偏要养 这就是悲剧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呢 你要指着这养狗的素质上来 太难了 大部分人连自己都养不好 你还指着他把狗能养好 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看见没有牵狗神的 直接把他带走 没有狗正的 直接带走 无害化处理 只能这样 这对人对狗都是负责任的 你养狗 你不牵狗神 那城管或者执法队 就有权把他带走 就得这么严格 流浪狗 就是无害化处理 要么就重罚 对吧 你依次不牵狗神 要么把狗拉走 这个无害化处理 要么就是罚款 五千块 罚了他肉疼 好了 你不这么处理的话 这个悲剧啊 会叫层出不穷 源源不断呢 因为像这种悲剧太多了 狗咬孩子 狗咬人 还有咬死的呢 这种新闻报道非常多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发生 就得严格执行 我不反对人养狗 对吧 我只是反对那些 不适合养狗的人养狗 我爸养狗啊 有一点做得好 他把那狗老拴着 他说万一啊 咬着小孩 或者咬着老头老太太 他也说不起 赔不起 你说狗主人 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才能平息众怒呢 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处罚 不可能有刑事责任 更没有什么行政处罚 顶多就是民事赔偿 所以大家就很气愤了 有网友说啊 遛狗不双神 就是狗遛狗 我觉得说的太对了 你素质还没赶上狗呢 你养狗 就拉低了狗的素质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连言评论 谢谢大家